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東手 我是林韻凱 各位不得了 台股趨勢一經過扭轉之後 開始走大運了 有沒有 昨天先漲個344點 今天的早盤 一度還下跌超過100點 可是早盤下跌不用怕 怕你就輸了 中場直接拉個100多點上來 最後漲197點 已經可以看到16800點了 幾天之前好不好 就在 沒幾個禮拜前 各位5月上旬的時候 台股在15000多 現在轉眼之間 已經要共17000了 你可以想像嗎 其實我說過很多次 台股的趨勢一旦被改變之後 市場的專業投資人 主力大戶 他就有很高度的一元願意進場 昨天這根長紅K 其實它已經起到指標性的作用 我們先從技術面來做一個觀察 同樣的我們先把趨勢 趨勢線畫出來 來趨勢線稍等我一下 來 這邊拉一條線 來 各位 雖然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看這個地方 這個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其實算是小小的 有一點點冒出頭 算突破這個趨勢線 可是如果說昨天是下跌 等同於上週五是假突破 趨勢就還是沒有被扭轉 假設是這個樣子的話 趨勢就沒有被扭轉 可是昨天這一根跳空長紅K 昨天的這一根跳空長紅K 其實等同於在昭告天下 不用囉嗦了 現在趨勢就是轉向 趨勢就是翻轉 同一個時間我們再觀察其他條件 昨天我們有花了不少時間 來分享這個融資融券的部分 我說過散戶 真的很悲哀 可是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最佳反指標 這一波的融資我們先來看 我不帶你看表格 我直接帶你看這個圖片 好不好 框起來的地方 就是融資大減的地方 這一波的融資有兩波 是最明顯殺出的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散戶的停損 這裡連續三天 連續三天融資大減 這一天就是4月底破底的那一波 這裡連續9天融資大減 連續9天減 這裡加這裡兩波 散戶大概砍了600多億的現股出去 600多億的股票 600多億股票 砍在4月底最低點 砍在5月中最低點 這個叫俗稱的阿呆股 聽到說在操作這件事情上 最不爽的往往不是說 賣出會漲的股票 而是剛剛才賣就起漲了 賣在起漲前 周杰倫是愛在西元前 散戶們是賣在起漲前 這就是散戶的操作 這就是這一波 4月5月以來散戶的操作 我不是說很多的股票 其實它都領先在4月27號落底了嗎 不好意思 4月27號就是這裡 散戶在這邊先賣一波 接著開始漲 很多股票後知後覺一點的 其實大概也在5月中旬 跟著台股一起落底了 開始往上漲了 可是偏偏就在這個地方 散戶又再賣一波 悶不悶 全部4月底5月中全部砍在阿呆股 你說會不會悶 看完融資你會覺得很悶 全部砍在不該砍的位置 沒有尊嚴的地位 你會覺得很悶 OK 再看融券 你會更悶 來 一樣融券大幅度增加的地方 我們把它框出來 表示放空 散戶這個融資 買股票賺不到錢 開始反向放空 試圖找回自己失去的尊嚴 各位 這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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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空空空 這個真的是空到有點腦袋空空了 來 這邊空 剛剛講過 4月底很多的股票 都已經落底開始反彈了 這裡空 賺不到便宜了 這裡最低點也進去空 接著開始漲了 一路往上空 一路往上空 到昨天為止 都還在放空 這叫什麼行為 這個叫做凹單 攤平 凹單 攤平 也許你這樣看 你覺得說 好像第一筆單空的還不錯 不要忘記了 好不好 很多股票 老早在4月27號就落底了 所以這一波放空的人 很有可能老早就被嘎了 接著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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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戶一個個都變成lady了 lady gaga 冷笑話 好不好 那在散戶不甘心 持續加碼放工的同時 由於趨勢的改變 趨勢已經在改變了 所以原本還在觀望的 這些專業投資人 主力大戶 通通都因為趨勢的轉向而回來了 你認為現在散戶仍然在空 主力大戶們 已經開始進場接股票了 你覺得接下來行情會怎麼走 你自己思考一下吧 各位我會再強調 不論你是操作股票起貨選擇權 LINE telegram YouTube頻道 一定要加 我在任何面向都會給你一個 很明確的操作方向 而且我和其他分析師不同的地方是 我不會跟你在那邊反反覆覆 今天多明天空 後天又多大後天又空 我也不會模擬兩可 他有可能怎麼樣就是多 怎麼樣怎麼樣不是又是空 不會模擬兩可 看好就看好看壞就看壞 很明確的方向 那在禮拜天我在我的LINE跟Telegram 發了兩篇文章給大家 晚上10點半中的這篇文章 我很明確的告訴你 趨勢已經改變了 好這禮拜天台股完全如我預期 不及不許以橫盤整理的姿態突破月線和下降壓力線 同時美股正在往強彈之路邁進 你一定要能意識到趨勢在改變了 趨勢改變了 所以這個禮拜就噴了 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各位 台股在這幾個月高低跌了3000點 可是我們透過正確的策略應用 在不同的行情用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績效 2 3月是黃金買點 4 5月是底底高 可是時間即將進入到6月 我會重新擬定最適當 最適合當下行情的操作策略 各位重點6月的操作策略 將會跟4月5月不一樣 2 3月我們是用黃金買點 這幾張圖 2月3月的節目當中你自己去做驗證 每一檔股票都是公開分享 公開教你買點怎麼抓 這2月3月整個的一個操作 運用黃金買點公開教學公開分享 雖然說沒有一檔股票賺很多 最多最多的了不起賺兩成 有的賺8% 9%的也好 有的賺6% 9%的7% 6%的也都好 可是積少成多 2 3月這種行情 2 3月這種行情 仍然創造了 你看這是2月 236.9% 這是3月先一個260 這也是3月再一個62 創造這種成績出來 有目共睹 4月5月的底底高更不用講了 直到現在底底高的股票 都還在噴出 等一下下半段我們再回來講 可是當然現在你去挑選 底底高的股票還是OK的 現在只是想看主力 想要把價格做到哪裡 可是這一批的股票 已經在做拉高之後 主力逢高就有可能開始做出脫 接著再瞄準新的目標 所以現在我要提供你一個 新的操作方向 先跟你預告 5月打底6月衝 5月打底6月衝 先跟你預告 什麼叫做5月打底6月衝 原本我們的選股方向 是叫做底底高 所以台股是4月破底 5月再破底 我們要去找到 4月底部比3月高 5月底部再比4月高的股票 這種叫做底底高的一個選股邏輯 可是在6月份 會開始有全新的邏輯 我們要開始接受很多股票 在4月底甚至是5月才落底 我們要開始接受這個事實 可是接下來 它只要滿足另外一個條件 就有機會成為標股 我們現在開始接受 你不見得要底底高 我可以接受你4月落底 5月打底 或者是甚至5月才落底的股票 好 可是你雖然說 4月5月才落底沒有關係 你只要滿足另外一個條件 同樣有機會成為標股 到底什麼條件 下半段回來與你分享 休息一下 到底還要滿足什麼條件 才能夠選到標股呢 在此之前先來分享一則訊息 來 各位 今天早上9點47分 請在48.2元以下買進一檔股票 接著呢 11點45分 恭喜各位 我們再一次現買現賺 早上買進的這檔股票 在我們買進之後 沒多久 隨即有一波買盤拉高 接著於剛剛亮燈漲停板 恭喜恭喜又賺錢 不過你放心 今天我們要蓋牌的意思 馬上揭曉起來 各位今天我們買進的股票 就是2340的台亞 請會員公開做一個見證 來 各位對照走勢圖來看 9點47分買在哪裡 就買在這一個位置 今天一開盤就很強 直接先拉個六七%上去 回檔 我們就買在回檔的這個位置 買進之後 一路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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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11點多 見到亮燈漲停板 尾盤再所漲停 各位 買得漂亮不漂亮 夠漂亮了吧 沒有買在開盤 可是至少買在 創高拉回的幾乎是最低點 然後收漲停板 那這檔股票其實 導入我們直接進入到這個正題 台亞為何跟五月打底六月衝 有關聯 來 先看回到台股 台股長這個樣子 剛剛講過 畫個一條線 來 畫一條線 現在台股已經正式的突破 所謂的下降趨勢線 並且把這邊這條月線也收復了 可是距離黃色這條季線 還有大概一小段的距離 約莫是100多點 所以我們選股的核心理念 仍然是與大盤做比較 與大盤做比較 接著我們看回到為什麼今天 要來去買台亞 各位 這是今天台亞的走勢 好 請看一下 台亞首先 你如果要再搞剛一點 我們把趨勢線也畫出來 趨勢線拉出來 是不是突破趨勢線了 昨天就突破了 可是昨天突破趨勢線之後 你還不能說它比大盤強 這還沒什麼 可是它今天這一步 早上漲個半根已經站上季線了 站上季線等同於就是領先大盤 因為直到今天為止 大盤都還是距離季線 100多點的距離 所以各位 現在能夠突破趨勢 領先站上季線的股票 就叫做強於大盤 這就是我今天挑選它的原因 而且你可以發現 符合這種條件的股票 雖然不是那麼樣的好找 但也不會太少 如果說你是保守一點的 你想要先試單 你操作 你不喜歡太標的股票 OK 安全一點的 你挑新權 4月底才落底 可是問題是趨勢突破了 昨天公道季線 今天直接站上季線 也是創新高 3264的新權 LED台表科 也是一樣趨勢突破了 今天正式的把巨線給修復了 那指標股的 各位環球金是不是也是一樣 6488的環球金 是不是趨勢先突破 昨天一根長紅K 先突破原有的下降壓力 同樣再畫一次給你看 畫一條直線 昨天長紅K 一口氣把壓力突破 結果接著今天再攻上季線 也是強於大盤的表現 環球金是非常指標的一檔股票 可以牽動整個上跪指數 再來 金鴻 你會發現金鴻 我們已經分享過好多次好多次 他是我們在四大天王當中 第二檔符合條件的股票 真要講的話 創意算是第一檔 他老早在五月就站上季線 五月就站上季線 四月底落底 五月站上季線 接著一路衝高 光這一段到這一段就不得了了 好不好 450直接就飆到500多塊了 他是第一檔站上季線的股票 所以他後面這一段 他就漲得比別人快 這一段他就是噴得比別人快 好 那金鴻是第二檔 是第二檔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地方 有經過反覆的回測回測 接著站穩之後 昨天就創新高了 昨天就創新高了 那下一檔比較有機會的 目前看來會是力旺 只是說力旺還比較尷尬一點點 今天剛好卡在所謂季線的位置 那可能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如果突破失敗 有可能就要再拉回整理 就變成說像AES一樣 這邊也是一個突破失敗 就要再拉回 拉回再攻 這邊看有沒有機會再過去 目前力旺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先看明後天有沒有機會攻過去 沒有的話很有可能就要再拉回一波 就要再拉回整理一波 另外包括我認為股價非常委屈的 立志 這講很多次講很久了 各位這兩天我都持續在做分享 今天一根長紅K 馬上過季線 昨天是假的 虛晃一招 好不好 一個上癮線一個黑K 好似過季線但沒過 今天扎扎實實掌停板直接拉過去 這個就叫符合型態了 好不好 5月才落底 突破切線 站上季線 強於大盤 如果硬要這樣講 同樣另外一檔我們也是看好的 台陽也是一樣 來這天 5月24號一根長紅K挑戰季線 接著震盪震盪震盪幾天 今天再拉高創新高 台陽看起來也是有這種味道的股票 其實像這種型態的股票都可以留意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型態上的選股邏輯 當然你從型態上去做選股之後 如果可以再搭配像台陽 像立志一樣 有一些這個基本面的選股條件 勝率就會更高 從型態上選股 我們說過 這是一個大的框架 也許在我們照著這個框架來選股 你可以挑選到勝率八成九成 可是再搭配它有基本面 再搭配它有題材 你的勝率就可以提高到九成 甚至是九成五百分之百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 整個選股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向 再來我們回頭看到底底高的股票了 底底高的股票現在一檔一檔噴到哪裡去 第一檔仍然要看最代表最經典的股票 東哥遊艇第三天亮燈漲停板 連續三天亮燈漲停板 而且今天是再一次再一次改寫歷史新高 各位我們有多看重東哥 從我們YouTube影片的縮圖就知道 也是連續三天 來從上個禮拜五 可以坐豪華遊艇 誰要坐貨輪 東哥就是我們的主標題 上個禮拜五 昨天今天都是主標題 為什麼說可以坐豪華遊艇 誰要坐貨輪 你去堅持航運股有意義嗎 可以坐豪華遊艇 你需要坐貨輪嗎 當然是遊艇跑得快 現在長榮也好 陽明也好 萬海也好 哪一檔比東哥強 散莊的玉明也好 台華也好 哪一檔比東哥強 一張不賣名言自來 還是沒有東哥強 昨天我就跟你講說 有東哥就有凱哥 放眼全市場 只有我好不好 只有小弟在下本人我 在我們這個節目 從開紅盤 開紅盤 這個叫做二月八號 從開紅盤開始跟你分享 這個叫做基本面的看好 接著在整個二月三月 行情不這麼理想的過程當中 黃金買點 他也沒有缺席 這邊是不是很明顯看到東哥 二月份130到156 先賺個兩成起來 三月東哥就操作了三趟 這裡一趟 有沒有東哥遊艇 這邊再一個東哥遊艇 3月16號 這裡再一個東哥遊艇 3月28號 各位我再次強調 這個表格你去回顧我們2月3月的節目 都是公開分享的 2月3月的黃金買點 他一次都沒有缺席 再到最近5月18號的這次操作 5月18號 YouTube作證 當天的節目當中 我直接告訴你 當天我們就買進了東哥遊艇 好不好 當天就現買現拉現賺 當天就亮燈漲停板 哪一次沒有公開分享 那天跟今天還穿的一樣 忽然發現穿一樣 當初我們的買價大概170出頭 到今天漲停板 到今天為止 大概漲的將近要4成 4成 18號到今天 都還沒6月 漲不將近4成 而且各位你看一下 5月18號在這個地方 這裡 這邊你沒有跟上的 請問你 這裡有沒有機會 這裡有沒有機會 你買不到170 在這兩天 這兩天我已經公開分享給你聽了 在這兩天 173 174任你買 任你買 我有沒有多次提醒你 就憑東哥今年 展望可以賺到17塊18塊 就不應該委屈在200塊之下 現在已經233了 果然嗎 他不該委屈的 昨天今天前天 一大堆分析師來蹭熱度 這個叫人之常情 也叫做投顧業的弊端 無恥好不好 擦亮你血亮的眼睛看看 東哥一路走來 誰在這裡仍然看好東哥 誰在這種地方看好東哥 誰在這種地方 在這種地方仍然一路看好東哥 誰在這種時候跟你講東哥 我不懂對不對 投顧業弊端就是如此 長的時候大家都有 跌的時候大家都沒有 不是嗎 如今 遊艇變飛船 變飛船好不好 不是史密斯飛船 史密斯飛船還要 稍微年紀長一點才懂好不好 世界末日主題曲 來各位 將來會有更多的分析師來蹭熱度 可是務必 請你務必務必記得 誰是最懂東哥的人 是我凱哥 記住好不好 如果說你要買東哥 務必找凱哥 那麼當你今天想買凱玉 當然就記得要找玉凱 好不好 今天凱玉5468 繼續創新高 既昨天大漲創新高 今天繼續創新高 我說過有些股票 如果你對於產業面沒有那麼了解 對於股票的股性也不是那麼熟悉 最快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靠電腦 這檔股票 我們都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AI一掃 哪裡該買 哪裡該賣 哪裡該加碼 一目了然 好不好 這是凱玉的部分 分享過很多次 這個地方 雙箭頭表示買進訊號 從這裡到今天高點 佈局單已經獲利了48.1% 等到籌碼動能趨勢同步翻紅 去做加碼 加碼單也來到53% 各位 既提威希之後 既精彩科之後 又是一檔翻倍的股票了 又是一檔翻倍的股票了 重點一樣 只要古天樂說獲利續爆 你就完全不需要賣 不用製作主張 不用製作主張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幾檔 同樣是底底高 持續在做噴出的股票 可成 昨天創新高之後 今天也試圖的準備要創新高 可是失敗了 中場有點拉回收黑K 可是仍然維持一個強勢的多頭結構 所羅門 今天創新高 底底高的選股到現在 都還是持續有在做表態的 茂蓮 茂蓮今天是做回檔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整個框架拉大來看的話 它今年以來都是沿著季線 再往上墊高 往上墊高 這種是最強的一個走勢 茂蓮的部分 今天是先創高才做拉回 仍然是堅守在季線之上 仍然可以留意 那翻倍代表作 然後講過了 提威希今天是先創新高到29塊 之後才來做拉回 那精彩科則是 稍稍的有一點這個高檔整理了 那同樣 同樣的概念 提威希 佈局單進場 大賺58.4% 加碼單在這邊 加碼 三線一星之後進場 加碼單也獲利56% 兩筆加總 大賺超過110% 可是至今為止 儘管它拉回 可是沒有出現賣訊 你就獲利續爆 精彩科也是一樣 布局單加加碼單加總 已經大賺超過120% 120% 這邊雙箭頭進場 三線一星加碼 隔天馬上就加碼 兩筆單加起來超過120個百分點 100萬變220萬 好不好 可是至今為止 同樣的沒有出現賣出訊號 那就續爆 股天的就是說了算 車用概念股其實 走勢開始有一點點的分歧了 像地保今天也是回檔 仍然是維持在高檔震盪的格局 同志的話 這幾天 尤其是今天 昨天創新高 今天拉回幅度 稍微重一點點 可是同樣的概念 古天樂說續爆就續爆 可是今天2317的鴻海 表現就不錯 策略聯盟的育龍 今天也很強 也隨著創新高 現在的盤勢個股 其實如你所見 全部朝向有力多頭的方向發展 今天是5月的最後一天 不要再執著於什麼 五重六絕那種都市傳奇 我要再次強調 每年的狀況都不一樣 操作絕對不是一言以蔽之 應時置疑應地置疑 才會是最佳的操作策略 現在4月底跟我講說 五重六絕七上吊 最後把股票砍光光 甚至還有什麼 反手放空的這一批人 現在比誰都後悔 哭得比誰都慘 我不希望現在5月底 你還來做這個動作 到最後一個月之後 後悔的人是你 好不好 你要想一個月之後 不後悔 無論如何 我希望你先踏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麼 加入我的like 好不好 我的like at win16888 小老鼠 win16888 這個like我本人 我們的研究團隊 都會在線上跟你做互動 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有任何持股上的問題 我都歡迎你 隨時丟個留言 丟個訊息給我 Telegram win88888 YouTube頻道 林玉凱分析師 你想驗證我有沒有實力 想驗證我是不是 從開紅盤之後 就看好東哥遊艇 一路到現在 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吧 你我很想就是